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到会市焦点的时间 先看看今天有什么重点新闻 官方人民币中间价 交市场预期强843点 外界解读为管控严格 不想放任贬值 而且全出国有银行昨晚入市 抛售美元支持人民币 另按人民币午后靠稳 一度重上7.3关口 市场继续憧憬 美国联储局将会放慢加息 美元曾经跌到三个星期的低位 利好其他的货币反弹 例如在英镑就趁英国新手上 新委成就职 曾经反弹去到接近1.15美元 创接近六个星期的高位 先看下官方人民币中间价 报7.1638对1美元 较上个交易日升30点 较指长预期强843点 外界解读为管控严格 不想放任贬值 而利安人民币现货就是反复靠稳 曾经重上7.3对1美元的关口 现在最新是报7.2832 今日的政策讯号似乎要稳定汇价 路透引述消息说国有大行 昨晚入市 扒售美元支持人民币 内地监管机构就紧急调查 银行的外汇持仓情况 似乎针对投机沽空 人民银行昨晚也发文 强调会和其他部门协作 维护股市、债市和楼市的健康发展 同时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而银保监更加说 人民币的长期走强趋势不会改变 我们今天市场连线嘉宾罗明立 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会市的事况 Hello Patrick 你好 你好 人民币中间价明显强过预期 还有出口述 重新要保持汇率稳定 再传国有银行昨晚入市 人民币短期是否跌势有限 以及策略上应不应该追顾 人民币就跟随着其他亚洲货币下跌 二十大之后 我们看到7.2美元升穿了之后 继续去到 离岸人民币迫近7.4 我只觉得短期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人民币反弹 但是整体的人民币下跌的趋势 我只觉得还未改变 人民银行应该会做一些事情 去减慢它跌得太急的情况 但是整体 因为始终内地的经济 未来在二十大之后 未是很明朗 看到上场的官员 似乎在经济方面 未有一个整体的方案出来 所以我自己觉得 都是有下跌的空间 短期看看有没有机会 反弹去 譬如7.15、7.2之间 我仍是看人民币 有机会去到7.5 那些目标水平 那应不应该追或者沽 如果人民币去到7.15了一个水平 我只觉得去到那些位 应该可以继续沽人民币 明白 不如我们转看澳元那边 因为澳元昨天乘着美元那边回落 反弹去到六十四尾先的流上 但是有阻力 现在最新是报六十四点一七尾先 但不是要留意澳洲通胀 创了三十二年的高位 第三季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升百分之7.3 几乎是薪酬增长的三倍 而按季也升百分之1.8 高过预期 核心通胀升温去到百分之6.1 明显高过市场预期的5.6 至于新西兰十月份的企业信心 受到通胀高企拖累而恶化 预计未来一年经济转差 比例也较上个月高六个百分点 新西兰元早段变动不大 在五十七点五尾先左右 现在最新是报五十七点六五尾先 留意加拿大央行今晚 就会公布议息结果 外界估计通胀高企要再大幅加息四分三尾 加完息后会否可以利好澳元 上一次加完息 其实央行仍然有需要加 只不过可能加息的幅度 可能会缩小一点 但现在你看到通胀情况 可能都迫使央行要继续 比较大幅度加息 暂时来说 因为美元调整到五十天线 昨天去到110.70附近 我想短期有一些支持 变成了非美货币的上升 可能会受到这一两天会有少少限制 但是整体上的技术走势 应该是转好了的 我自己估计 奥元短期可能在0.63到0.655之间上落 由于市场正在炒联储局 可能稍后会放慢加息部分 变成美元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低位可以买一些非美货币薄一薄 但不要太大注 始终美元强势的趋势 是仍未改变的 如果加元那边 因为加拿大央行 今晚就会公布议息结果 市场预期再加息四分三里 那加元那边可不可以短炒 其实加拿大方面 市场近期曾经估计 可能加息幅度去到半尾左右 但是通胀始终还是高 这个似乎是全球性的情况 我自己相信可能继续加0.75 短期刚才和澳洲差不多 由美元跌到50天线 可能有一些支持 会令到加元可能在1.35到1.37半之间 这250点上落 可以趁美元反弹高位的时候 尝试买一些加指提提的 明白 那不如看看美国那边 因为市场巩固联储局 12月开始放慢加息的预期 拖累美汇指数曾经跌到110水平 创了三个星期的低位 而今早也稍微回稳到111左右的水平 政界似乎想施压参议院 银行委员会主席布朗呼吁 联储局要审慎行事 不要导致大量市民失业 强调在对抗通胀的同时 不要忘记另一个职责 就是要确保充分就业 但大行高盛就认为 如果就业市场未能降温 联储局明年可能要加息到4.75厘以上 至于美元转弱 其他的货币都诚勢反弹 例如英镑趁着英国新首相新委层上任 预计财政和经济政策会趋劝稳定 一度反弹去逼1.15美元的关口 创接近六个星期的高位 今早就回落一点点 现在最新是报1.1477 Patrick 想问市场憧憬联储局放慢加息的部分 那你相不相信 而且如果这样看的话 美元是否已经见了顶 其实近期是有些媒体传说 联储局可能在11月加0.75厘的同时 可能会讨论是否需要放慢加息步伐 那这个都是未知数的 那如果你看官员的讲话 都还是挺鹰派的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 确实是有条件可以讨论 但是是不是真的会在12月 就放慢加息的步伐 这个就是不确定的 所以暂时来说 美金短期是会有调整 那刚才说过了 50天线在110.70 昨天叫做 碰一碰这个位置之后有反弹 那下一个支持位 其实是在110 我自己估计 短线的美金会有少少压力 但是你说 会不会扭转整个美金的升势呢 我自己觉得暂时应该没什么机会 始终很多国家都有本身的问题 好像欧洲、英国那方面 所以整体上面短期的美金有调整 但是中长线来说 我自己暂时未是觉得 它会整个升势是结束的 其实来讲起英国那边 我想请教你 因为英国新手上 新卫城是想喝的 英镑其实冲高过一阵 但是之后就有传 它会计划加税 和削减公共的开支 面对着英国经济又弱 通胀又高 那这样的政策 会不会影响到英镑的汇价呢 怎样看英镑的走势呢 就伸手上上场 但是就不要说 就觉得可以带领英国 完全走出这个经济的困局 始终英国面对的困难是比较多的 就是通胀高 经济差 另外就是苏格兰 北爱尔兰这些 可能有一些独立的诉求 加上跟欧盟之间的关系也不好 所以整体上 我觉得英镑留意着1.15 看看可不可以突破 突破到的话 有机会上多百多点 但是你说英镑全面看好 我自己觉得似乎不是很现实 都是短期的反弹 如果英镑那边暂时未看好 欧元那边可不可以短炒 因为欧洲央行今个星期会议息 市场看来应该会再加息四分三 欧元那边怎么看呢 其实跟英镑的走势很类似 都是升穿了一条五十天线 现在考验一算的阻力 欧洲仍然都有很多问题 俄乌战士一直拖下去 对欧洲的经济会有影响 跟俄罗斯的关系 亦都令到地缘政治 其实有机会进一步恶化 我自己觉得欧洲央行 虽然在说加息 现在在说未来的两次加息 可能都要加0.75 相对上就会追贴回联储局 变成会有少少利好支持 但整体上经济疲弱 我自己觉得欧元有机会 可以跟英镑一样 短线反弹多一点 但是应该的上升空间 未必会太多 明白了 而欧元对美元 最新是0.9975 今天多谢Patrick的分析 为止焦点看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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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來到接近兩點半 恆指的升幅已經有再收窄了 最新恆指正升63點 做在15229點 四項分類指數中 看到地產指數現在跌200多點 總成交988億多 接著再活躍港股 現在最新的排位 看著科技股部份升幅都收窄 騰訊方面現在最新升3.6 做在210元的位置 美團方面見到 早段來說最多是去到134.6 現價現在已經去到127.6 升幅就收窄去到3.3% 要看阿里巴巴現在跌多了 兼施都限制著大市的升勢 跌幅去到2.6%國外 落到61.9%的位置 恆生中國企業就跟著國子走 最新升6先 南方恆生科技就跟著科子 最新升幅1.6% 看6至10位 刑副基金跟著大市都還可以靠找到 最新升7先 做在15.8 若名生物 現在的升幅都收窄去到3% 落到40元以下 最新是39.9 港交所繼續升到4%國外 事關財政司司長陳某波都說 港交所正在尋求沙特亞美尼香港上市 繼續觀望這個消息 現價就在234.4 比亞迪升3.6 就在186.5 京東方面現在要跌超過1.8% 落到146.1% 藍籌股都要跟進 匯控現在的升幅 還有沒有 最新仍然還可以升到1.2% 做在40.4毫半 友邦方面現在升7毫 中移動跌2毫 至於煤氣升幅2.4% 做在6.2毫半 大使的情況要請教一下嘉賓 這一節由鄭家驊 鄭先生在這裡 Hello 鄭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現在見到恆子的升幅 就真的持續收窄著 你看到今天來講 那個升幅去到收市計 還能不能保持 還有後市 還有什麼因素可以看著 我想它不大跌的 就算還沒跌的 也都沒有什麼所謂 始終是前天來講 衝下來那一刻 很厲害的一千點的大陰燭 你今天說微跌 或者微升 都基本上叫做 可以在這個萬五點那裡 試一下在這裡做個底 如果看這個廣交所的股價 逆市升那麼多 就說有這個沙地亞美 有可能來香港上市 但是廣交所往往都是 恆新指數的渦韌來的 它現在可以率先反彈 我想或者就給大家的希望 萬五點 149到15000點 鬆一點那裡 有機會是短期的底 但是如果是上網的空間 是不是都真的不多呢 上網空間 我想我們現在需要很多消息配合 那是不是沒有消息呢 應該會有的 就是你譬如說二十大開源 或者你說中國 就是香港政府 譬如說剛才提到這個才爺 陳某波就去了開這個沙特的未來會 那香港自己也都很快 在11月初有七人籃球賽 有這個經濟金融高峰會 那我想有潛在政策是可以隨時出現的 但是你說上面彈近的就 五天線大概在這個一萬五千六度 如果你說十天線要去到一萬六千二 那麽就是的 一萬六千個阻力應該挺大的 那麽這個是前日陰燭的那個頂來的 那現階段來說你說港股的估值去到幾底了 有沒有機會大反彈呢 就要看有沒有一些政策出台 或者好像明天歐洲那些通脹數據 還有今個禮下週初美國意識那些數據 那麽如果是這樣看呢 那直播空間是不是都似乎不真的太多了 那麽這樣說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看下你自己之前有沒有減過貨 有減過貨的來到晚五點 其實都是我自己 初初看第一步會有一個比較強的支持力的水平來的 那麽你說你上面沽過貨了 那麽在這些位置 你買回一些叫做之前喜歡的股份呢 其實就已經是便宜了一折的了 那你譬如說來講買國泰之旅啊 有些叫做出油概念那些股份呢 其實都是便宜了的了 那麽可以試買的 那你說不是啊 我現在都是死錯的貨 還全身孖展的 那麽就沒辦法了 好 那麽就看到國泰 那麽如果你這樣提到國泰心水呢 那麽簡單都會問你 那國泰現在看短線部署呢 現在看國泰應該真是我們是駁他這一陣的 略為反彈去做短炒 還是你看現在真是一個長線可以吸納的時機呢 其實現在可能買國泰就叫做炒上落 因爲你國泰那個始終要去進一步 被人看到香港叫通關了 就是0加3之後呢 他究竟那個恢復他那班機的那個能力 做到什麽地步 那麽暫時來看呢 其實就似乎國泰都是差一點的 因爲他說要兩年左右才有機會 恢復到疫情的三成多的水平 那麽如果他是保守的 到最終他做得多過這件事的 那麽當然他的業績會很低一點 好 那麽就繼續觀望著這個消息先 那麽就今天的股價來講 都曾經是碰上一條十天線 那麽現在仍然都升到百分之一 我們都要看連升榜當中 有沒有一些是鄭先生你覺得呢 追得過了 那現在連升榜裡面繼續都有些醫藥股 醫藥股最近就已經有炒作的了 兩隻的醫藥相關股 榮泰生物還有康諾瓦 那麽齊齊都連升了四天 榮泰生物都見了一個月的高位了 至於康諾瓦 今天就見了今年的高位 早段來計 康諾壓早段都曾經升到超過一成 那麽多 那麽現在的四天累積升幅去到兩成二 那麽還要看長城汽車 那麽早前都公佈了業績 那業績都靚仔 再加上公司又有回購 那回購的規模都去到1.4億 那麽見著股價都是連升四天 累積升幅去到一成七戶外 上海復旦就觀望著它兩天之後的業績 之前已經發了營起 股價方面四年升 累積升到6.5% 至於看最後一隻創科實業 那麽三天之間 累積都升到超過7% 鄭先生 這一版裏面有沒有一些還可以追得過 我都是看中長城汽車 首先股價已經調整了一大段時間 國內是 到這一刻我們還未感受得到 國內會在檢疫風控方面放寬 但這件事似乎都是遲早的 有助於有些人到通關的 可能買一架SUV 就走去比較偏遠的省份自家遊 所以都可以想想長城的二三條三 最好的當然是在八個三或二下買 去回購股份 這個都是一個吸引的地方 好 先看好這個回購的消息 八個三可以做個買入價 股價方面今天就突破二十天線 做在八個三毫半 現在的升幅仍然有半勝過外 鄭先生 我知道你還有心碎 我們偷偷回來再跟進 一節財經消息 統計顯示年初至今 本港強積金人均涉近六萬元 有學者認為政府應該休化 甚至取消強積金制度 環球經濟受到疫情加息 以及鵝烏衝突的夾擊 拖累打工仔的強積金戶口持續見紅 強積金顧問GUM的統計指 截至今個月23日 10月強積金整體回報率為負1.6% 每個打工仔的強積金戶口蝕約3000元 年初至今蝕59000多元 三大主要基金類別全部錄得負回報 以股票基金的表現最差 而風險較低的固定收益基金 年初至今蝕6% GUM說外圍投資環境嚴峻 即使是較低風險的債券回報表現 仍然會繼續疲弱 提醒準備退休的人士需要注意 五年去看勻 其實還是要虧錢的 我想這個確實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有一些可能強積金成員 可能短期內就會退休 可能可以等多一會 等市場回復正常的時候 再陸陸續續地將強積金的錢提出來 有學者認為 政府可以參考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 容許市民分階段提取強積金供款 我覺得是有些極端的情況 去看病、讀手術或者是真的需要的 可能有一部分 20%是可以容許你任何時間提取的 其實政府就不需要用一個 全民強積金去幫 譬如有一小部分人不懂得存錢的人 如果一半或以上人士會投資存錢 政府可以用其他方法 如福利、救濟 去幫助存錢的人 學者又說 強積金在僱員和僱主方面 也應該實施全自由行 增加投資產品和組合 以及轉倉的頻率 令市民在電視下有其他選擇 無線電視盧佩欣報道 中電表示由於國際能源價格急升 集團的燃料開支急增 明年的電費無可避免要上調 正是與政府相逃 財經消息到此 多謝收睇 回到節目時間了 港股繼續升幅收窄到不足100點 最新升92點 在15257點 總成交1027億多 這次找回鄭先生出來 一起談回我們上一節講到的年星榜 我知道你還有另一種心水 創科實業 我們看一看他的圖來看 其實見到他的股價又上一條20天線 加上看9日RSI 其實都已經先行突破到58這些水平 圖表上看是不是都OK 其實主要就是圖表上看日線圖 有少許是有機會反彈的感覺才推介 還有你美國那方面 一直在看那些新屋數字 其實來說都是比想像中強勁的 這個創科又視為一個美國的房屋概念股 如果譬如說住宅那些都是供不應求 對創科來說是一定的好處 始終作為一個成份股 現在來到這個 小數成份股是會在日線圖 做到一個挺漂亮的底 所以來說覺得可以在現價買入 下面那裏跌穿75元止洩 但你已經看得到它的動力 就叫它回來了 現在盛傳說聯儲局加上這點75之後 又會有少少放慢加息部分 看看這個吹出來的風足不足以炒上去 如果是這樣 這一隻是不是都是短炒為主呢 短炒的話 上網目標又去到哪裏 是短炒為主的 上網就是這個日線圖 臨跌落這一格之前 就大概在88到90元的水平 好 看著88至90元 股份來說 今天都真是 現在繼續保持升勢 升幅到4.8% 做在80.2位置 鄭先生 我們都看著連跌股當中 有沒有什麼可以罵得過 整把裡面看著大部分 都是跟一些內房相關有關 第一隻PP中地美債 就是一些內房的債務 就是追蹤內房債的ETF 累積跌幅都很誇張 連跌了16天 跌幅去到超過3.4元 當中當然要順勢提出一些內房相關股 德順中國 連同6成中國 兩隻都連跌了6天 累積跌幅去到3.3% 還有26.8% 國外 還有內地業務 兼且都是一些香港的地產股 行動地產 6天之間累積跌幅1.4元 還有第二隻ESR 它就做一些亞太區的物流地產平台 股價方面都連跌了13天 累積跌到執行糧成半 鄭先生 整版來講都是一些內房為主 有沒有什麼可以罵 或者是否整版都是要提防 內房近期就算要罵的 都不是罵這些民企的 即是罵688 中國海外那些 何況近期其實內房基本上都是 沒有特別再多的壞消息 但是就是完全沒有好消息的 所以來講內房板塊 我覺得大家就少碰為佳了 至於第二隻的ESR 不屬於內房的 但是單純你拿圖出來看 去52周是不斷試身低的 這隻股份這樣的走勢 即是你是不適而碰的 所以整個連跌板來看 我就不提議大家在上面打什麼主意 好 內房和ESR兩個都要避免 最後看看行榮 連香港的地產股去看 你又覺得香港地產股的前景 又OK嗎 但是又不用慎房的 遲些可能11月香港又要再加P 其實你香港的樓價應該會迎來 可能這10年來最大的調整 你看有很多大地產商 他們推新樓都推得很狠 很多時試過比同區二手樓價 所以你個別地產商買樓買得快 今年的財政年度的業績是交到的 但如果你看幾年 他們可能有銷售和樓價都會下跌 有部分賣樓的有做租務的 他們有某些資產可能又要撇下賬減值 所以接下來即使是香港的地產股 都很難看得好 如果是做一些商場而無收租率比較多 譬如說九倉置業、1997 這些你又覺得是OK嗎 這類其實始終都要等國內和香港通關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外國遊客來香港使用的有限度 還有有很多可能為了政府說50萬張免費機票 其實就不是那麼多錢使用本地經濟那裏 所以不通關的話都很難 我覺得1997是來到這些價格可以收集一下的 但我們又沒有什麼主動性了 所以我們要等國家給國內遊客過來通關 這件事不知道去到什麼時候 給點耐性看看通關消息 先對股價可能有些比較明顯支持 股價方面現在仍然可以升到 壓近百分之一 做為33.05元 我們都聽一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許小姐在電話旁邊 Hello 許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根本是3668 怎麼會是澳大利亞 是呀 有沒有貨 有呀 27.8日 是 想長線持有還是怎樣 在前線怎樣 可不可以持有現在跌了 好 27.8日可以繼續持有 這個股份你遲些歐洲那裏踏入 冬天只要那邊吵一吵能源危機 掩回澳大利亞 就有機會借個勢上去 總之你27.8日買 現在又不是說少少微跌 你下面下個止蝕位 在大概24.5元左右 不穿的你繼續持有 我想到歐洲那邊入冬 說不夠燃氣之日 這些煤股又會借勢炒一轉 可以持有的 好 持有先 暫時看時間點不算很久 都是看著冬天 希望歐洲方面 可以帶動到 淹煤澳大利亞股價 可以回家鄉 最起碼 現在股價來說 今天就要跌百分之三個外 做在26.8的位置 我們都幫了劉小姐 劉小姐Hello 兩位好 你好 你好 嘉賓你好 我問一下1299有幫 我稀疏他不入 入了他之後 他一直不斷跌 我想問好不好加碼呢 如果好加碼又在甚麼位置 我可以拿中線的 好 鄭先生 中線來講 現在還混不混 其實我自己都這兩天買了 所以我一定會叫他混 如果你拿得到 因為始終你有幫 現在就是要看看 放多少人過來買保險 還有過來買保險的人 可以搬到多少錢下來 但現在先不要想這麼多 首先來講 我知道包括有包裝在內 很多香港的保險公司 都在澳門開了一個 類似分隊的客戶服務處 澳門和國內的通關 一直有機會由廣東 擴大到上海那邊 這些對友邦 或者一些香港為基地的保險公司 都是有利的 當然到最後又是要看中港通關 都去澳門也是太煩了 如果中港通關一宣布 我想有幫那個股價 怎麼都會抽一股 上回剛才這位女士 第一次買的70元的價都不出奇 現價60元留下我覺得值得買 好 暫時來看 中線仍然都是同樣 看著通關這個消息 鄭先生都有這個信心加持 有幫來說 暫時今天都可以先跌後回穩沒 現在最新都升到1.8% 做在59.2% 鄭先生剛剛除了有幫之外 有沒有持有其他股份 郭泰我都有 謝謝鄭先生分析 我們休息一會 是否港股呢 看到升幅都收窄了不少 看看現在還有什麼行業可以叫做有得升 當中包括永利澳門 辛勞國際金沙中國這些博彩類型的股份 升幅1%到4不等 主要一個消息就是 剛才看到有些內地媒體都開始報導 內地四散一市 即將會恢復一些到訪澳門的旅行團 暫時這個消息有待確定 看到相關的股份炒氣了 至於相關的股份繼續做得好 如果互聯網醫療平台的阿里 阿里健康 升幅8%還是表現比較好的藍籌 第二還有石藥的都升半成國外 和大家看看這些跌的板塊 當中可以留意一下煤炭股 影礦能源以煤奧大利亞跌幅3% 神華樓跌近2% 剛才看到內地一些報價的平台 看到動力煤期貨價價要跌成一成左右 拖著煤股 還有一些餐飲類啤酒類的股份都急跌 還用啤酒這一跌幅已經擴大到7% 先說到這麼多 回來節目時間 這次身邊嘉賓有Stanley在這裡 和大家看著市況 Stanley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和大家跟進一下港股最新的情況 港股下午回來 剛才一度的升幅都收窄到只有100點之內 這一刻恆指正升117點 佈是25282點 留意到國漢分類指數大致有得升 不過地產指數要紅色線咀向下跌200多點 成價方面超過1065億 港股後製情況 馬上請教Stanley 都見到港股下午回來的升幅又縮小了 以及都留意到內房有跌多了 看來這次的反彈動力都不夠 是的 而且你會見到 其實現在這一刻 基本上這個納指期貨 都有一個比較上幾顯著的下跌 因為你見到這次的時間 很多的科技巨企業績 其實都不一般 只不過今天就可能 因為講過去早段的時間 都見到A股有一個比較上好的表現之餘 一批的科技股 都有一個叫幾顯著的反彈 但是這一刻的反彈大家都見到 當市迫入15500 這位置的時候 就好像有行人止捕的情況 反而反而似乎 那個叫反彈的動力 都真的不太足夠 而且都不要忘記 因為始終大使有很多 比較多的 比較不明白明朗的因素 就很困擾著 所以就變相之下 大使向上要反彈 都可以說是幾重重的 比較大的阻力 而且都真的沒有太多 叫利好的吹發劑 所以變相之下 預計大使在未來這一段的時間 可能都處於一個比較上拉矩的狀態 暫時來說 15000點 這個心力關得好位 還是一些下方的支持位 但是似乎真的要 要向上的比較上大的反彈 除非你說A股 有些比較上好的表現 否則的話 再彈上去的動力 似乎都真的不太足夠 都見到恆治這一刻 越升越少 1%以內的一個升幅 升114點 復合15278點 看看活躍港冠這一刻的情況 排頭位仍然是騰訊 升風壓近2% 美團方面升超過3% 恆生中國企業靠韻 升1毫8 看看阿里巴巴 都下跌2% 過外反覆一點點 南方恆生科技 升幅壓近2% 看看第六位 借盈富基金升1毫子 若明生物升超過3% 港交所4%過外的進場 而京東來說跌1% 比我們股份升超過2% 看著藍籌股的表現 北方控股升5毫子 佈40.45 中移動反覆向下跌1毫半 至於煤氣方面 今天都彈倒挨近3% 再和大家轉體下 見到中電方面 有些消息和大家更新 中電表示 由於國際能源價格急升 集團的燃料開支急升 未來的明年電費 無可避免要上調 正和政府作出商討 好 有些股份和中電 看到下午回來股價 一度都升超過3% 怎麼看今次的消息呢 加價都真是無可避免的事 因為前途上 就好像剛才他們管理層所提及到 其實這番今年來的 很多燃料的成本 都真的升得很誇張 大家都見到 很多資源電流的報導 一些叫做天然氣 以及煤炭這一堆 其實那個的漲幅 都是相當驚人 變相之後 亦都可以說 一些是發電方面的成本壓力越來越重 所以你說有這方面的部署 是打算 你可以說對於公司來說 都是一個叫做無可奈何的事 但是一件事 或者你說這些加幅 是否可以完全抵消到 燃料成本上升的情況 這一刻 我都會覺得要再觀察一下 見到中電最新都彈到2%過外 都想問多Stanley 少許 其中見到近來來說 這些公用股都不斷沉底 都是看著外圍的加息情況 吸引力好像都相對減少了很多 絕對是的 還有你都可以說 大家經常都說 那個十年期債息 其實都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都是一個叫做 遲早上升一個趨勢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十年期債息 可以視為一個叫做無風險的利率 即當你這個無風險的利率 都在不斷上升的時間 意味著其他一些 可能有些相關的投資產品 其實那個息 其實某程度上 應該要高於這個息 即是可能要高一點 即是當你用那個 息差的情況 所以當你十年期債息上升的時候 這一類的叫做一些 一些觀衆股 如果這個息的吸引力 真的不是很舊的時候 你會隔離有相應的調整 所以面對著這個壓力 我相信這一批觀衆股 那個股價走勢方面 都不可以看得太樂觀著 我見到廣燈都彈到成 壓近半成左右 是否大家都充電 可能它都會跟著中電來講 都可以加價呢 有這樣的可能性 第二就是說 因為本身在隔晚的時間 其實十年期債息都要回落 變相之下 今天的氣氛有些 理好一些觀衆股 那個行程的情況 但只不過 我相信你說那個債息 因為未來的時間 我相信美國加息那個 的動力都還會存在 變相之下債息都還有機會再上 這類的股份 暫時都是觀察一下先 看清楚一點 看見廣燈 今天來說 彈倒壓近半成 現價日報在4.94 升2.3 這次和Stanley先談到 休息一會兒